之前我们常常会从台积电的分 来推论一下 到底贡献金大盘多少点 或拉低多少点 那是因为台积电 是台股当中权重最重的 因此风如来请上来 风如之前跟我说 元月引收台积电创下历史新高 其实预告着台股 而后是有期待 但是期待到底是这样还是这样 因为最近台积电股价表现不怎么样 麻烦您 好我想台积电的一个元月引收 创历史新高 那当然代表的是 整个电子族群 它的产业景气是相对于市场 还要来的乐观 那我们先看 一月的营收是1720亿 重点在于创新高的同时 毛利率也是来自新高 那这个主要是成熟制成的部分 它真的涨价 过去台积电 它的一个经营车会是 我都让利给客户 我不要涨价 让大家可以长长久久 那你看最先在成熟制成 涨价的是谁 是联电跟利器电 但是台积电他不做 可是因为今年大家知道 他今年在整体的产业 大紧缺的情况之下 他又要维持到 他资本支出之后 维持高毛利 所以正式涨价 这是原因 好 那获进率率也来到了 新高44% 重点是单月EPS是2.6亿 这完全出乎市场的意料 因为大家都担心说 哇你去年资本支出多少钱 280亿 那你这样子你的一个获利失速 会被他一个折旧 还有相关的一个费用来去做抵消 结果没有 所以这个数字都代表非常好 那当然上半年的产业整体来讲 电子是相对比较淡季的 淡季不但营收来创新高 法说会上也有说 没错 对他的一个未来五年营收 要成长一倍 好他要成长一倍 他一定有他的一个道理 那就是来自于这个部分 未来三年 对去年已经增加了280亿 未来三年他有一千亿美金 大概是三兆台币 的资本支出 这个非常可怕 观众朋友 我们上次交过了资本支出 就是提拨一定比例的钱 未来我要扩散 买设备 扩产而做准备 而且如果照封路这样的资料 观众朋友您自己心算一下 一千亿美元 我印象中好像二零二二 就已经有四百亿美元了 因此这是去年 去年他的资本支出 刚刚有说280 所以280加四百 人家说那如果二零二三 二零二四再加进来 早之前超过一千亿美元 这数字对台积电来说 历史新高 更是灌全球半导敌厂的资本支出 一大雅 没有错 这个就是营收未来成长的一个动能 那当然了 这些你在看到这些的时候 我们先讲 这些有没有包含三奈米的一个制程产出 还没有吧 还没有 因为三奈米是下半年量产 没有错 所以重点来了 三奈米的制程是年底才要开始贡献营收 所以上半年都没有三奈米 他就已经创立值新高 而且还在淡季 那下半年 如果三奈米的制程一开始 就会有很多的客户在抢购 我现在他的客户有谁 苹果 英特尔 超微 高通 联发哥跟博通 都是国际的一线大厂 都是顶尖的 那三奈米制程 谁抢到 谁想到产能 谁的技术就有办法 产品领先全市场 那重点就来了 法人在预估他营收成长 今年是25%到30% 来我们来看下一张 他会牵动台股的一个走势 但怎么牵动 因为台积电 他占台股的权重有30% 这个非常非常高 权王嘛 护国神山 最高的啦 对 涨跌一块钱大概是8.5点 那你会发现 每次只要有大跌的时候 台积电外资就会大卖 因为外资一直在国内 他基本上他是用台积电跟期货 在做一个套利 你只要遇到这个形形 那再加上台积电 他的一个权重这么重的情况下 只要国际股市一跌 外资怎样 跑 因为他持股台积电非常高 所以他是一个控制指数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有先 今天讲到这一点 我们插播一下台积电 下面放一下外资持股比 因为外资是台积电的最大股东 而台积电又是我们的权王 影响大盘指数是第一名的 是最大的 您看就像刚刚封路说的 外资持股台积电 总持股高达七成五以上 在这个地方七成五 所以才会如果台股大跌 他就会卖台积电 台股壮他就会买台积电 因为他是最大股东 台积电对外资来说 真的是外资说的算 确实没有错 他有钱有势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在讲台积电 他是电子的最上游 那这个就来到了一个景气指标的 一个代表 他是一个整个电子指数的一个景气指标 他是最上游 只要他好 整卦都会好 那从客户开始下单 到他正式的经营开始制造 还要经过封装 还要测试 然后到出货 请注意这个时间 三到六个月 所以时间非常长 那我们现在最常听到的就是 很多的一个晶片在涨价 在缺货 交期一贯不断的一个延长 现在延长最多的 包括像电源管理IC 基本上40周 那40周是什么概念 一年是55周 那甚至于很多的一个IC晶片 他已经延长到 你今年订单下定 你明年才有 无曉得最近 有没有观众朋友或是 瑞兰姐最近有没有去订车 一台车子 现在基本上下定 明年才可以拿得到 一年才有 一定是不了解我 我有驾照 但从来没开过车 好了继续 车子有难订的现在 对 没有错 为什么 缺晶片 好 那我们来看 既然原有于收创高 代表电子产业情绪好 我就直白的切问主题好了 您看清楚了 这可是台积电日K 这是大盘的日K 请退一点点 台积电 这条是季线 生命线 我刚刚不讲吗 台积电走的比大盘弱了一些 他贴着季线 横着走 不上也不下 但我们大盘 没错 也贴着季线 可是他反而有往上突破的 这个期待性 那请问台积电日后会不会盘了之后 盘久了反而下跌 大盘跟着跌 那请问后市 外部当然是带着指数 未来就会创新高 现阶段的话 他只会让指数有一个保底的状况 就是只要有利空 你不用担心台积电会撑住 他是台股的最大的一个权重 也是台股的一个护国神山 外资就算卖 也会有本土资金下去买 你看到投信基本上 对台积电是不理不弃 一直买 再加上官股银行 只要有利空的时候 户盘一定买谁 一定买台积电 为什么 因为买台积电不会输 是时间上的问题 时间只要一拉长 一定会怎么样 再往上创高 所以第一个推论 大家看好了 刚刚封路给我的答案是 台积电怎么看 在这条生命线都有支撑 因此证明了台股在这条季线 不用担心 你绝对守得住 不会跌破 那第二种情境 如果有往上 大概是怎么个走法 如果第二种 他往上走的时候 台积电如果市场上热钱开始 遇到了确定升息之后 我认为他也会开始往上走 但他不会是最大的一个涨幅 他会带动其他的一些电子股 往上走 而不是他补生 他不会涨停 但是他会涨不停 对 他可以慢慢的往上攻高 也有机会再去创高 在第一季底 我认为会有机会 第一季底 那就是三月份了 我认为三月份会有机会去创 而且他走高的同时 指数应该会创新高 等一下你这边台积电已经来到了 清掉之后 风路这么一化 你有没有看到这是700 你会再创高 不就前面的186多少 18619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会创新高 台积电7 会接近700块 我认为上半年就会有 那关键是因为 现阶段大家就担心很多的问题 升息 我认为现阶段 刚刚也有说到 好像现在看起来只会升息印 那就代表已经price in 我升息两码都已经预期加进去了 假设只升息一码 那我当然就会再往上创新高 而且现在的美股其实未接 相对来讲已经修正到一定的一个关键 大概都在底部了 就算是有俄国跟乌克兰的一个战士 但也price in了 他也跌完了 那今天盘中我们再去看 虽然说盘中有这样的利控消息 可是整体的这个油价也没有再继续创新高 金价也没有再创新高 所以我倒认为未来的一个情况 应该是台积电保底 台积电如果在市场气氛更好的时候 带动指数往上再创新高的机会会非常高 要个答案 所以台股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 台股的高点您认为是在哪 我认为今年的高点 有机会落到两万一千点附近 什么时候 应该是在第三季底第四季出 下半年 对下半年会比较有机会 会接近 帅啊 好谢谢你 方路请回座 谢谢 他说的 总之呢 会不会在下半年 真的台股冲到了两万一 如果从这张的表格 好像约略 有在打讯号弹 因为刚方路讲了 下半年 台积电的三奈米 要正式量产 三奈米的毛利率 可是很高的更高呢 所以台积电带队往上 建七字头 台股当然就会见到了 过历史新高 往两万进行挑战 因为风路的推论 原来关键的这行字 已经写给您看了 客户下单给台积电 到台积电出货 给客户要半年的时间 帮我来个白板 您大概逻辑也就通了 还记得吗 台积电是下半年 三奈米在大量的生产 所以三奈米量产 是在下半年六月份到十二月份 之前不讲过了吗 台积电的大客户 早就把今年的三奈米总产能 的booking完了 所以我如果台积电 在六月份接到了单子 做了六个月 刚刚好出货给我的大客户 那么请问我的高通 苹果或超文那些大客户 他拿到了这一颗的晶片 放到他的产品上 是什么时候要卖呢 答案公布了 当然就是2023年 知道懂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风路会推论 在今年2022的下半年 说得台积电三奈米的量产 然后赚钱 股价冲高 台股下半年 第四季脚过来到了两万点 希望他的推论能够看出 成真了 进广告回到香港之后 接下来下一个大主题 就交给郡州 我等他等好久呢 半导体有期待 面板慢慢也会转好 郡州说下半年是旺季 面板的旺季只跌了 那往上吗 到底期待有多高呢